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突然他所有的动物都可以跟他沟通 可以跟他讲话包含植物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 其实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能力 只是你有没有去开发这样的浅能 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邀请到 有这份的能力 但是他出了一本我觉得非常棒的书 就是教你怎么去跟万物宇宙 然后去取得一个我们讲的 不同层次的能量的药轮 然后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春花妈 来先跟朋友打个大呼吧 小安早安 大家早安 我是春花妈 是 那个春花妈你最近出了一本叫做 春花妈宇宙药轮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其实可以先聚集在最后两个字 药轮 药轮其实是北美洲 印第安民族 几乎每一个印第安民族里面 都会使用的一个立法 或者是说他如何跟天地之间 来记录沟通的部分 那为什么对于就是北美洲的原住民来说 了解天地是很重要的 因为以前没有高楼大厦 大家都住在原始的土地里面 所以了解天地的资讯 进而跟动物能够共同相处 然后利用植物来养活自己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药轮就是一个以时间为主轴 然后以补上动物跟植物的变化 形成的立法 哦 是 但是我以前看到其他的药轮 好像没有像你这么多丰富这么多元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如果以目前台湾 现行的出版物来讲的话 其实也有几本是跟我一样 但有一些它是比较偏南美的 它是偏仪式型的 它讲的是四方的仪式 但是因为我讲的是36个位置 就是四季里面 以12个月份为主 四季里面的变化 所以应该是说 大家分类的方式是相同 但是使用的细节不太一样 这样子 OK 那你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谈一下 你这本书里面特别谈到的 就是台湾的动物药轮 或是台湾的药轮 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呢 在药轮里面总共有36个位置 那36个位置 各有它代表的动物植物跟矿物 那我当初会受到感召 是因为我觉得药轮有一部分 愿意跟台湾的动植物接轨 那个接轨的意思是说 其实台湾的动植物 也有这样的能力 只是我们可能没去挖掘 没去发现这样子 那因为我本来就是 长期在跟动物沟通 因为我的本质是一个动物沟通师 那我自己长期也致力在 跟野生动物沟通 然后并且我会在我的脸书 有爱大声讲 跟大家分享 我跟野生动物沟通的一个过程 然后还做成科普文这样子 让大家多认识 你可能认识或不认识的野生动物 那在这之中 我当然也跟很多的 台湾的野生动物聊天 然后我发现 他们竟然对药轮也有感应 那个方式其实还蛮妙 就是有时候我在 例如说我在跟石虎聊天 然后石虎就会说 我知道你那个圈圈 那我就想说 我根本没有跟你讲啊 然后他就说 我也认识那一种动物 所以他也同时认识 药轮当作的那个动物 可是其实台湾没有狼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会认识呢 你去动物园过吗 不可能吧 因为我确定他是野生的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 他说这些动物们都知道 然后其实这也是一个 开启我的原因 这其实慢慢的 我跟很多台湾的动物聊天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台湾动物 其实也是了解这些事情的 就是简单来说 在应该说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其实动物都知道 怎么跟人类相处 可是我们人类可能逐渐破坏了 这个平衡 所以对我 药轮也是动物 想要跟人类沟通的一个方式 以前我们都能够共享这片天地 那为什么现在 可能我们的方式 就变得比较粗鲁了 或是比较没有考虑 它们的存在 所以台湾的药轮 是以台湾的36种动物 当作一个媒介 让大家再度复习 台湾有什么样的动物 然后台湾的动物 是如何守护药轮 守护我们台湾这片天地的 这样子 就是我看那个 就是老师 就是春花妈老师这边 他的那个复录 有复录2 复录3 复录4 对 里面有 比如说那个 药轮文字的检土 然后还有 美洲的药轮 还有台湾的药轮 我觉得这很多 蛮精彩的 就是有很多 就是我们 就是不懂的 那个动物 对 而且其实大家翻回去书里面的话 这里面出现的每一个动物 我都有聊天 然后我有记录下来 就算当作有趣的读 就是读一下每一篇章节的最后 都有我跟动物讲话的过程 非常有意思 那可不可以来跟大家来讲说 诶 这些药轮到底要怎么玩呢 药轮的玩法有很多啊 就是像蛮幸运的出版社 很愿意在第一期的时候 就是给大家那个随速附证的 没有再另外收费的药轮牌卡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玩法就是 就是每天抽一张药轮卡 然后就对照说 这药轮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你觉得 好长哦 文章好长 我不确定要不要怎么解读的话 其实最后面都有一个春花妈小语跟关键字 你光是读这个也可以 那还有一个用法 我自己有蛮多有趣的用法 就举例来讲 像在这个文章中里面举例的小春 就是我 就是举例来讲 我是6月9号生日 我自己都会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会翻这本书里面的6 然后9跟69 我去看那一页写了什么 直接让我觉得感动的事情 或是有感应的事情 那都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可能是一个很珍惜拍卡的人 你不习惯就是 拍卡带着到处走啊 或怎么样 每天早上起来随便翻一页 就读9一页就好了 去感觉9一页有什么讯息 更重要的是9一页是什么动物 在今天有没有机会遇到他 跟他很相像的 不管是颜色相像 形貌相像 那就表示那个动物 其实一直一直都在守护着你 很多时候我在推广这本书的时候 不是为了书而已 只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无论你有没有养动物 只要你对动物有一份心意 喜欢的心意也好 害怕的心意也好 你只要对动物有感觉 其实动物一直都是守护在你身边的 这也是我想要出这本书的原因 因为其实我想要传递动物对我们的爱 是不分国界 不分年龄 不分你喜不喜欢动物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同享天地的伙伴啊 嗯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你可以除了牌卡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翻的 对啊 就好像我们的普瓜叔一样 翻我现在是比如说第十种好了 随便 或是第十四种 那个休眠进化之夜 进化之夜 海蜡这样子 那翻这个都跟自己的 就是内在都有关系吗 一定是的 因为在不同的时期 我们会召唤到不同的动物帮助我们 举例来说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分类 北方 东方 南方 跟西方 这完全是不同的功课的 北方通常会跟 我最近需要做一个决定 我需要有一些力量进来有关 那东方是改变已经在发生了 我需要很大的动力 去让住我 去协助我面对不停的改变 南方是爱的议题 所以我们反而变成要 转方向留下来检视 我们自己内心对爱的感受 那西方是一个自行 一个内行的过程 所以反而是在问我们说 一定要进入冬天了 我们对于自己的某一些思想 某一些自我矛盾的地方 能不能在真的进入深冬的时候 获得一些共识 是 那就是你这个天赋 是本来就都有的 还是说受了什么样的刺激 没有受了什么刺激 受了什么样的感召 所以才让你可以跟这个万物 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表达呢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动物沟通或是植物沟通 万物沟通我是不会啦 因为就是灵魂上面 我觉得那还是 或是人还是很难 但是如果是在植物 我是讲真的 那如果是在动植物沟通的话 我其实觉得那是天赋 其实我们大家稍微回想一下 小时候我们都 很习惯跟万物讲话 只是我们未必是 有意识地把它记起来 那当然随着长大 我们要吃饭喝奶 我们就会习惯一直讲人话 因为我们要活着嘛 其实动物也是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 远离跟动物的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天赋 只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 然后真的去理解 对方有没有跟我们沟通的意愿 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很明白 想要传递的讯息 其实我觉得本道都是容易恢复的 但确实现在的社会 我们选择很多嘛 那能不能好好沟通 或是想不想沟通 其实是大家很后面才会想到的 所以可能就是插在这里 那至于有没有刺激 其实具体来说是有一个的 因为其实是几年前 我因缘际会就是 我本来就是一个会帮助 就是中途幼猫的这样子 那我其实收到了 我在朋友的情络之下 收到了一个被车撞的幼猫 然后那时候其实是 内心很困扰很纠结 因为那时候带他离开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说得很明白 你带他回去就是陪他死了 然后我没有接过这么复杂的案子 然后我 可是我不想要放弃 所以我那时候带他回家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忠心的期望 我可以学会跟他讲话 这其实是我认真开始学沟通的一个原点 因为如果我一定要陪这个孩子 面对死亡的话 我希望他是舒服一点的 不过当然后来奇迹发生了 奇迹一就是我真的顺利去研习到这门课程了 那奇迹二就是他就不是他猫了 他就后来整个恢复 然后变成一只健康疯乱他的猫咪 真的 所以是这一只猫教导你的 就是他半夜说快点起来 我要教导你怎么跟我沟通 这样子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觉得主要还是 主要还是我们家有一只大猫咪 就叫春花 所以这也是我叫春花妈的原因 当然也不是他直接找到我 是他让我找到一个机会去上课 去认真的进行休息 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回复这个本能 然后一直到 然后就 就是一直到现在 然后同时我也开课 开始在教别人这样子 我觉得这蛮好的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就是爱抚小抚动物 没有 就是你可以对动物之间的那个关系 我觉得就 但是你知道我发现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包含就是学了以后 其实比如说跟动物 就是好像在演给 演给懂的人看 然后动物就觉得说你在干嘛 会这样子的状况吗 也是有 因为每隔一阵子就会兴起一些 网路游戏 那我的学生有一些很调皮的 就会说老师这个有用吗 什么 像之前有那个什么 把猫咪放在墙上那个 我其实没有具体去了解 我不懂 但是他们就会问说这个有用吗 然后我其实不知道那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自己试试看 你自己做做看 你去问你的孩子 结果大家给我反应是 我猫咪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然后就很想要下来 然后更之前还有一个是猫咪扎眼 我自己有对我的小孩实验 我家有七只猫 然后其中有四只都跟我讲说 你眼睛痛 然后我就 所以有三只就是 一只有回应我 另外两只就是只是看着我 没有那个 所以我觉得不见得吧 因为除非我觉得特定的行为 是有可能例如说行为学的原因的 那可以讨论 不然有些时候可能是孩子不舒服 我还是不要听过这些讯息比较好 哦是 那我看你书里面 就是这个要轮 就是平常我们自己 要怎么简单去使用呢 就是我的意思是 我应该就是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是很复杂嘛 对不对 但是我平常 平常我就是我个人 就是我一早或干嘛 除了抽卡之外 我还有什么样可以去应用你这个书上里面的药轮这样子 抽卡 然后把那张卡随身携带在身上 我们特制成就是跟悠悠卡一样的大小 所以你要随身携带就好了 所以假设说你今天抽到度鸭 你刚刚讲了度鸭这样子 那你如果你就可以观察一下 你今天在外面会不会遇到像这样的动物 那如果你是遇到这样的动物的话 表示恭喜你 因为度鸭是群鸭飞舰 它代表的是你有一种优化的能力正在发生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明确的讯息啊 那问题是 你刚才讲了一个很有趣 我们的城市怎么会遇到 我们在城市里面怎么会遇到这些动物呢 鸭相对来讲 度鸭的鸭就是比较容易遇到 对对或者是其实你就遇到黑色的鸟 也可以 因为其实说实在我没有想象 大家一定都懂得这些分类的 但大型的黑色的鸟就可以 像我们不太可能遇到水踏啊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看到图像式的水踏 或者是突然有一个卡通图案 或是别人穿在身上 这都要遇到 坚持的遇到动物的几率其实蛮低的啦 但是如果是遇到图像的 或是突然有人跟你讲说 那不知道是什么鸟 是度鸭吗 你鸭根没有想过这个人会突然讲这个话 可是就是会有人告诉你 因为这就是动物想要告诉你说 其实我在你身边喔 嗯嗯 是 所以你的这个关键字都是 就是你从他们的身上解读出来的 对啊 嗯嗯 好 那那 好 那这本书还有什么重点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呢 我觉得重点 讲重点或是说我自己当初在学习的时候 我是 当我了解药轮的结构之后 其实 我那时候的念法真的是随机 抽一个月份就开始慢慢读 嗯 然后 我那时候很直接的会在动物旁边写上 我喜欢这个动物 我不喜欢这个动物 嗯嗯嗯 喜欢不喜欢很重要喔 因为这取决于你那时候跟那个动物 跟那个力量相处的方式好不好 像我记得很好笑 因为我在开始学习这个学问的时候 对 我家正好蚂蚁很多 可是因为我是不杀动物的 嗯 我就很努力的请他们出去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蚂蚁旁边写讨厌 哈哈哈哈 但那段时期其实也是我人生压力蛮大的一个时期 嗯 那等到我把 就是那些蚂蚁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也是来我家陪我 只是因为我很怕他们受伤 因为我家多很多 是 然后当我把蚂蚁的问题解决的时候 我的状况不好同时也解除了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是在陪我 因为当我很专注怕他们受伤 我必须要把他们请出去的时候 我其实花 我是很专心在陪他们的 我就不会执着在我自己的不舒服 嗯 所以我其实在处理蚂蚁的过程当中 我得到很多状况 嗯 所以我其实觉得那是他们陪伴我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那是很棒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药蚁啊 它没有一个绝对使用的方式 只要是你喜欢的方式 动物都能够对你现行的 是 那如果比如说我不喜欢蚂蚁 蚂蚁常来我们家 我要怎么办 这完全是另一个概念 因为我觉得物理上来讲 就是因为我讲的喜欢不喜欢 其实我不涉及到好 我没有讨厌一个动物 嗯 但是你刚刚讲了那个 我感觉你是讨厌蚂蚁想要杀蚂蚁 我这样也有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以嘛 没关系是每个人对生命有自己的态度 我自己的状况是 就是我完全不会对动物 就是进行什么特别的 就是压力型的动作 然后但是你不喜欢蚂蚁 我觉得那就是你啊 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当然就无法解读这个讯息 那你就尊重自己就好啦 没有因为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好 那个蟑螂我请你出去 蟑螂你可以 他说你们家东西很好吃啊 好多东西玩啊 我没有遇到这么活泼的蟑螂 通常活泼的蟑螂 要跟我聊天的蟑螂 通常都是母蟑螂 那时候我就会 真的是用盒子抓出来 然后把它送去外面 然后同时附赠一些食物 但是我会真的送到山里面去 因为我就会跟他讲很实际 就是这边不能玩 是因为猫会抓你 你的小孩会生不出来 对我来讲都是很实际的冲突 然后会涉及到强弱权力 或者是提琴大小 然后会被猫咪弄 因为我常常要送壁虎啊 蟑螂啊 蜘蛛啊出去 哦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春花妈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这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一些那个我觉得蛮好的那种沟通 然后你可能对环境啊 对你生命的 对你周遭的生命会有一些更好的尊重 当然我觉得那个春花妈更就是更用心的帮大家 把就是你怎么对这个生命的互动写成春花妈宇宙要轮 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他这个卡 他这个卡 然后还有附赠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卡的那个套子 容套对不对 锅套皮面容套 对非常的精致 好那谢谢春花妈咯 谢谢你 谢谢小安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